演员张震日前出席了一个电影宣传的记者会 从15岁主演第一部电影《孤零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 张震就此投身了电影演出的工作 近年来张震为了要完美诠释导演王家卫所导的戏剧 开始学习了武术 一学就是三年 电影还没有上映 张震已经学有小陈 为了演出电影《一代宗师》 演员张震花了三年时间学练八级拳 日前他还参加武术比赛 得到一等奖 其实练功我就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件不能够偷弃的事情 当然所以我去是很平常的情愿 因为我平常就练得我觉得还可以 去的时候就很难拿去 张震回忆开始习武的时候 每位演员都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我本身那个筋比较硬 而且吼到就是自己八十点 录起来都不好意思那种吼 就是那个是真的很痛 有时候会在这 这个戏里面大家演的都是宗师嘛 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一些武术大师 那相对来讲演员就必须要有一些体会 或者是一些领悟 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做训练 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导演王家卫合作 这次的张震要用鼓练三年的八级拳 完美演绎角色 新唐人亚太电视 郭云开林家伟 台湾台北报道